大家好,歡迎回來食出健康 我是食出健康的節目主持人 秋華Vivian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請到羅先生 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羅先生你好 其實你可否說一下燕窩有甚麼成分 燕窩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礦物質和維他命 營養價值在哪裏? 營養價值其實都很高 它最主要的營養就是來自蛋白質 它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蛋白質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氨基酸 氨基酸對身體有很多好處 譬如說會令到精力充沛一點 所謂叫做提神 又或者促進新陳代謝 另外它會否對我們有甚麼壞處呢? 其實近幾年吃燕窩的人都少了 原因是因為1987年的時候 中文大學的江潤祥教授 他做了一個很仔細的研究 一個調查報告 發現了燕窩裏面有增長的因子 增長的因子的好處是 會令到你的傷口愈合得比較快 對皮膚也是好 但是壞處是原來 這些增長因子 對如果有癌症 或者有癌症風險的人就很糟糕了 就會增加他的癌症嚴重的性 而且風險就會高一點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進行癌病治療的人 就一定不要吃燕窩了 另外其實對更年期之後的女性 患癌的風險都高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不要吃燕窩 慢慢在這樣的原因之下 吃燕窩的人慢慢開始少了一點 再加上近幾年大家都發現 吃燕窩對自然生態都有很大的破壞 還有我們現在普羅大眾 吃東西時的慈悲心好了 大家覺得其實吃燕窩 都挺一個很可憐的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吃燕窩又少了 另外燕窩另一個要注意的問題 因為它貴 這個世界逢貴就會出現兩個現象 一 你這麼貴 不是人人都能夠每天定時定量去吃 你不是定時定量吃得 劑量次數不足夠的話 它就得不到實際上滋補的作用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貴的東西就容易有假 現在市面上假的燕窩其實都不少 假的燕窩一般離不開幾個情形 第一就是注入一些添加劑 是一些膠質進去 加一些膠質的東西 令到它看起來好像是燕窩 然後實際上它就不是真的燕窩 吃了假的東西問題也不算很大 問題就是你吃下去不知道那些是甚麼的添加 那些吃了甚麼化學品你都不知道 這個就發現對身體得不償失 可能又害存 另外燕窩其實是很普遍一個現象的 都有一個漂白的過程 不過當然很多時候經燕窩的人 他一定都說沒有的 大家試想一下用一個普通常識 這麼多燕紙 這麼多燕紙的巢 怎麼可能是統一的一種顏色 是不可能是一種這樣的情形的 好了 但是作為一個消費者 一個顧客 你又會接不接受 你買一個棧的燕窩 有五眼綠色 有心有錢 你又不接受 你又要又又要漂亮 於是在商人很自然 明明那樣東西應該有很多種顏色 深淺不一的顏色 就唯有將它漂一漂 變成很統一的顏色 消費者又很安心就買了 但是這個票的過程 加甚麼去漂呢 就是關鍵了 如果加一些是沒益的東西 有問題的化學品去漂 一漂 這個票驗過程就很容易出事 所以這麼多種元素加起來 它貴 假的機會大 再加上增長的因子 再加上對環境的破壞 食物來說不夠慈悲 在這麼眾多的因素之下 近幾年 燕窩相對是吃燕窩的人是少了一點的 但為甚麼你會說對於素食者來說 是不是那麼慈悲吃燕窩 大家想想 燕窩是甚麼呢 燕窩就是燕子 所以它就用它的口水 再將一些乳毛 用口水黏一些乳毛 將它慢慢織成一個槽 即是它的一個家 你想想多辛苦一個過程 首先它要擔一條乳毛 兩條乳毛搭起來 現在當下 然後吐口水進去 這個動作可能肉酸 觀眾不要介意 那些口水 扔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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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 做了一條乳毛搭起來 兩條貼起來 第三、第四這樣貼 然後很辛苦才貼到一個雀巢 一個家 一個家 一個麻煩我們 為了我們的滋補 一聲 就摧毀了別人的家庭 你說這是一個 即是否一個慈悲的心呢 我經常聽起來都覺得有點可憐 所以慢慢的 素食者 一般來說有慈悲的心的人 都不會傾向吃燕窩 其實燕窩這麼昂貴 而且有些不好的地方 那會不會有其他的食物 可以差不多的營養成分 是可以跟它相比的呢 其實有的 市面上有很多 有差不多燕窩的營養成分 譬如說 現在有很多人 輕食雪耳 一直以來都有 其實雪耳的營養成分 都不錯的 另一種海產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近這一兩年都挺普及的 就是叫做海燕窩 海燕窩以前就叫做珊瑚棗 珊瑚棗或者海燕窩 是一些海底裡面的植物 其實就等於海底裡面的蔬菜 其實它跟普通的燕窩有什麼分別 首先我剛才也說了 普通的燕窩就是燕子的口水 就是捉了一個槽 然後那個槽裡面就聚了很多 燕子的分泌 口水 那些退化液 而那些退化液裡面有很豐富的 蛋白質在那裡 那好啦 那其實燕子又吃什麼的呢 燕子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食物 其中一種就是吃這些海藻 就是吃珊瑚草 這類的海藻 那就是說 它就吃了一些海藻 令到它身體 就容易分泌到膠原蛋白 於是那些人又研究一下 原來不是 這種海藻本身 就是有很豐富的膠原蛋白了 於是就開始慢慢變成食用 那所以說呢 這個海藻窩 它就有很豐富的膠原蛋白 而它的膠原蛋白 是等於燕窩的兩倍 那所以單單這個膠原蛋白 這件事呢 它就比燕窩更好一點 那當然 話分兩頭 公道地說 就是呢 燕窩的膠原蛋白 又很豐富的氨基酸 而呢 海藻窩裡面的膠原蛋白 就沒有那麼豐富的氨基酸 那但是呢 海藻窩有其他東西 是燕窩沒有的 它就有很豐富的酵素 那這些酵素呢 就是燕窩本身沒有的 再加上它的鈣質 和抗物質呢 都一樣那麼豐富 那幾樣東西合起來 雖然它沒有氨基酸 但是呢 它整體來計算下去呢 它呢 就是整體營養成分呢 都不會給燕窩差了 再加上呢 就是它便宜的嘛 因為你想一下它是海藻來的而已 它海藻 就是養多少 或者野生有多少 就是吃多少 就不像燕窩 燕窩是燕子吃了很多東西 它才分泌很少口水出來的而已 那你想一下 燕窩就變成很珍貴 很貴 但是海藻就不同了 海燕窩呢 就很便宜 那麼就變成呢 近幾年呢 就被稱為窮人的燕窩了 那麼 我們吃燕窩 剛才都說了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呢 對皮膚好 那麼在中醫來講 叫做補氣 致陰 還有呢 對腸胃 還有對這個烤喘那些呢 就是止咳化痰都有幫助 那麼海藻窩有什麼好處呢 剛才我講了 它有豐富的膠原蛋白 那麼膠原蛋白本身呢 就對皮膚就很好的 那麼再加上呢 它的酵素和纖維呢 亦都對那個腸道 等於腸的清道膚 同樣可以清潔到腸胃 那麼腸的腸好呢 皮膚自然又有幫助 你都知道 很多人的皮膚問題 其實是腸胃問題來的 那麼清潔到腸的話 那麼皮膚又有改進了 那麼再加上呢 它有其他那個鈣質 還有那個膠原蛋白呢 又可以對關節有一個修補的作用 那麼於是很多長者呢 就會呢 吃海燕窩 這個就是這種海藻呢 就令到呢 改善它的關節的磨損 駱師先生你都帶了一幅圖 是可以呢 看一下海燕窩呢 種植的時候的樣子 好啊 我們來看看 大家看到這張圖呢 就是這些養植的海燕窩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呢 海燕窩呢都會有野生和養的 原本呢就沒有養的 但是這個市場的供求問題 野生就越來越難找了 那所以有很多人就開始養了 你看到這張圖呢 就是養的海燕窩呢 就會粗很多 但是呢 大家觀眾只是要知道呢 它的海藻本身的形態而已 是不是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養的時候呢 就用一條繩子 大家看到呢 然後呢 就是要把海燕窩放在海底 讓它慢慢長大 但是它的問題就是呢 因為它不可能放得太深 在海底 太低的位置 太低它拿上來有問題 於是呢 是一個中的海藏 那所以呢 它的養份就不得全面 而且不夠豐富 但是如果野生那些 在海底的低的底部 那它的養份就會豐富一點 但是呢 大家看到這個野生 明顯就是小很多的 但是呢 無論怎樣 總之採集完回來之後 就曬乾它 曬乾它就變成這樣 無論你野生採集 或者養殖採集 曬乾就變成這樣 那吃的時候怎樣呢 就只要用很少這些海燕窩 就已經可以浸得出很多 成蝶鬆的了 但是呢 為什麼你會說野生 是比較細小一點呢 是好問題 因為呢 如果你在海藏的中的部位 你接觸陽光就多 那陽光曬下去 它多 自然它就會長得再大一點 那再加上養殖的過程 它會選一些 可能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就是添加的東西下去 令到它會由快膏長大一點 那就 在同樣的情況 野生就不同 野生它要適應自營環境 你要自己想辦法去生存 在自然環境想辦法去生存 它自然就應該有多大就有多大 就沒有人幫它 就是我可以這樣打個比喻 就是如果一個住在山區的小朋友 它的體重 譬如50公斤 這個就是它50公斤就是50公斤 它好像正常的日常生活 是不是 它本身的骨架就是這麼大 但是相反 如果一個城市住的小朋友 可能它的骨架是50公斤 但是它吃很多東西 吃很多甜品 吃很多很高脂肪的食物 它原本50公斤人 隨時可以變成80公斤 100公斤 一個大肥仔 所以你很容易看到 一眼看下去 你已經分到 這個是來自山區的小朋友 或者這個是來自城市的小朋友 但是如果我們普通市民 去買海燕窩的時候 怎樣分辨它是養殖 或者野生 是否從size分別 基本上size 已經是一個最容易分別的方法 其次就是一般是粗幼 養的多數都是粗的 野生的多數都會偏向幼一點 這兩者有個分別 至於顏色 是一個分別的方法 但是不可以作準 因為有些養的 它都會養一些叫紅色的海藻 它都會偏向顏色 比較深一點 所以我就不可以簡單地說 深色的紅一點就是野生 我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粗幼 這個就差不多一個 都幾準確的準質 特別是很明顯粗很多 又粗又長的 又大棵的 那些就很明顯是養的 野生通常都是小棵 有很多分支 很多鴉 價錢上都會有分別 分別其實不是很大的 野生是貴一點 但是貴得不多 貴少少 就是說打個比喻 你在連鎖的超市買東西 表面上便宜一點 沒錯便宜一點 因為它入貨多 它有經營的優勢 但是你去一個小店買東西 它都不會貴很多 貴少少 為什麼 因為那個小店的經營 可能是老人家 那個婆婆 那個伯伯 他賺你很微利 所以那些東西仍然很便宜 就是說你在一個小店 跟一個婆婆 買一包餅 是一個二 你超市 大型超市 賣一元 你欠的可能是一毫子 就是十個巴仙 不會超過二十個巴仙 為什麼呢 因為婆婆 那個小店 她賺你的錢 是賺得很微利 她對生活沒有要求 她只不過 生活到 日日有錢交租 生活到便算了 所以兩者有個分別 所以近期有些人說 食用野生的東西 是對這些個體戶 是一個負刺 不然我們整個食品的市場 就變成大的集團 很容易壟斷了 大家很多時候 觀眾都沒有想到 原來簡單到這些農產品 都有一些背後的故事